古人讲究当官发财 这也是很多人想方设法去当官的原因 所以不管是靠关系 买官还是科举等 都是为了谋得一官半职 我们抛开其他收入外 单从官员的待遇上看就非常好 他们可以免除付税 每个月都有俸儒呢 当然还有住房问题 肯定都会帮解决 这么好的待遇可以说就是发财了 正因如此 很多官员就不想离任 可是官职毕竟有限 科举时还会有新人加入 如果不离任的话 那官员会越来越多 政府变得臃肿 为了能更新官员 朝廷也对官员的退休进行了规定 除了那些犯过错误 被直接辞退的外 就是到一定年龄的强制离任 正常情况下 文官在70岁就要退休 如果是五官就要提前了 将领一般在60岁要退休 职位较低的五官退休得更早 比如残将54岁 都司和守备48岁 签总 拔总 45岁 到了岁数之后都要上书辞任 当然如果有特殊情况 比如身体有病也可以辞任 辞任也是要有一定流程的 不同级别的官员 流程也不一样 想看三品以上的 他们要亲自给皇帝上辞城 然后去立部考公司备案 做好之后呢 档案就归到基勋司了 离职手续就办理完成 之后官员的名字 就不在之前的衙门了 虽然辞职了 但还是享受退休待遇 品级不一样 享受的也不一样 留在京城的话 就能到户部直接领退休金 回家乡的话 就要到藩库领取 然后四品以下的 需要区分的是 地方官还是京官 地方官的辞城 就要由总督或巡抚 代替成交 立部核实之后呢 办理手续 京官的话 就由本衙门 直接将辞城交给立部 立部由考公司查验 最后由基勋司汇总起来 直到办理完成 最终要经过皇帝同意 六品以下 皇帝就不用亲自过问了 只要立部管理就行 以上说的都是文官 如果是武官呢 就是兵部的职责了 官员的辞职 有以上种种流程 在实际情况下 官员能不能辞职 也有一些变数 比如清朝初年 由于官员人数太少 就强制官员不到60岁 不能辞职 到了雍正时才废除了这一条 但是官员级别比较高的 想要辞职 皇帝就会比较慎重 因为他们各方面都比较优秀 业务水平比较高 所以皇帝会非常器重 想要离职也不太容易 比如公部尚书徐梦源 从康熙末年就一直辞职 到了乾隆时期还没有退休 81岁还在内阁工作 如果遇到重大变故 官员就很难退休了 甚至还会在任上去世 比如晚清的时候 国家动乱 需要靠一些能臣一直坚守 像晚清的四大名臣 都是岗位上去世的 没办法 这种突出人才比较少 只能是大势所趋了 高级文官 到了70岁 如果身体还能胜任的话 那么还可以再继续干五年 他们的限制性就比较大 或许就是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只有那些能力不突出 岗位也不重要 到了年龄就会被辞职 你如果很难离职 说明你也很重要 在古代呢 对平民来说还是比较难的 一般只有上阵杀敌和科举这两条道路 上阵杀敌是拿生命换前途 而科举考试比登天还难 因为古代科举录取人数非常少 当然 对于贵族 官员 世家大族来说呢 他们的后代想要做官 相对容易点 渠道也比较多 不过 不论是谁当官 想要辞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辞官不仅要找合适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 皇帝同意 古代的辞职和现在不一样 现在员工和老板是平等的 双方可以相互选择 古代并不可以 官员不仅是给皇帝打工的这么简单 不管在哪里都归皇帝管理 双方根本不对等 选择权在皇帝手里 并不是官员手里 如果皇帝不喜欢你 你想辞官 随便找个理由 皇帝都可能会同意 即便你不主动辞职 皇帝都可能找个理由 把你给开了 但如果皇帝不想让你走的话 你想走的话 肯定要费点事了 一般来说 官员想要辞职 主要会找以下几个理由 起海谷 起海谷的意思是 请求使海谷归葬故乡 说白了 就是自己老了 想死后埋在自己的家乡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乡土情节 讲究落叶归根 想死后埋在自己的家乡 一般来说 这个理由皇帝都是会同意的 不过这个理由是有前提条件的 就是辞官人的年龄确实大了 一般来说 只有年龄大的官员 才能用这个借口 比如你七八十岁了 以古代的医疗水平啊 真的不好说什么时候会去世 这个时候你可以和皇帝说 起海谷 自己老了 赶不动了 想要老死在家里 皇帝即便不想让你走 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毕竟年纪大了 如果一直挽留的话也说不过去 不过 如果你只有三四十岁的话 就不适合用这个理由 你这个时候和皇帝说起海谷 皇帝不找你麻烦才怪 这明显是忽悠皇帝 其实啊 很多古代官员都想退休 回到家里过一段时间 因为他们在做官的时候 基本上都在其他地方 有一定的思乡之情 而且做官这么久 身上有一定的积蓄 退休之后啊 也可以在家里颐养天年 想想福之类的 成病 成病就很简单了 这个和现在请病假差不多 就说自己生病了 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一般来说 皇帝都会同意的 毕竟官员都有病了 再干下去的话 官员可能命都没有了 当然 也有皇帝在这种状况下 不同意的 有些官员 不管病得再严重 就是不愿放过 该做官 还是继续做 这种可能是 皇帝太喜欢这个官员 也有可能是 太不喜欢这个官员了 不过这种危险系数很大 容易死在镇上 对皇帝来说呢 如果不喜欢一个官员 想把他赶走的话 一般也会用这个理由 说你有病了 身体不好 需要回家休养一段时间 我们最熟悉的袁世凯 当年就是被用这个理由赶回家的 清朝的说法是 袁世凯当年崴脚了 还没有好 所以需要回家休养 这要多牵强有多牵强 不过袁世凯也没有办法 胳膊拧不过大腿呀 也只能乖乖回家休养 以老人为借口 这个理由啊 在古代很常见 而且也很好用 这个理由用起来很简单 就是说自己家中父母 祖父母 外祖父母之类的 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自己需要在身边尽孝 毕竟历朝历代都讲究孝道 都不好意思拒绝这个理由 有的官员甚至说八杆子打不着的人 需要自己尽孝道 皇帝有时候也会同意 我们学习语文的时候啊 有学习过以老人为借口辞职的 就是李密写的陈情表 这个虽然是李密不想做官的理由 但和辞职的理由都差不多啊 仔细想想 李密这个理由确实牵强 他祖母年纪虽然大 人家也没说不允许你待在身边 更没说你不能在当地做官 当然了这个理由也有缺点 一旦你说要尽孝道的那个人去世的话 你只能乖乖回来继续做官 父母可以不用回来做官 因为古人讲究丁优 需要在家守孝三年 不过即使你在丁优 皇帝要是强制你回来做官的话 你也只能乖乖回来 还消失 还消失很简单 就是自己走了 不做官了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个和现在的辞职差不多 直接不干了 连理由都不找 当然 古人一般是不敢这样做的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大多数是因为 之前找了很多理由辞职 结果皇帝不同意 被逼得实在没办法 才会走这一步 你玩消失 看起来很爽 但危险系数非常大 毕竟 不管你辞职后 还是在皇帝的统治范围内 他就都能找到你 一旦找到你的话 你就麻烦了 不过如果你影响大的话 皇帝一般也不会找你的麻烦 我们熟悉的 关于过五官斩六将 就属于玩消失 也不和曹操辞职 直接走人 结果被曹操很多部下拦住了 好在关于能耐大 如果能耐不行的话 自己在半路上就直接上路了 还有很多社会影响力很大的人也敢做 毕竟皇帝找他的麻烦的话 影响不好 皇帝也不会轻易奈何他们 这就是古代官员辞职的方式 仔细想想 还是现在离职简单 自己辞职 上面批准就行了 即使上面不批准 自己还是可以离职 而且没有任何危险 这在古代根本都不敢想 当然 古代官员也不会轻易辞职 前面说了 当官确实不容易 他们辞职应该都有自己的理由 最常见的理由是 半军如半虎 不想和其他人同流合污之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